今天要跟大家说 一位曾经的公父童星 叫做严正国 曾经和是小龙 名气相当 很得朱延平导演赏识 他六岁以来就开始在各种影视作品出演了 比如《风贵来的人》 儿子的大玩偶 东东的假期等 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童星 在他十二岁的时候 参加功夫电影《豪小子吃小龙出山》的拍摄 这部片子因为诙谐的剧情 得到了不错的反响 他也因为在里面出色的表现 被观众们熟知 名气达到了巅峰 因为影片一开始很受欢迎 所以拍摄了好几部 到拍第六部的时候 可能是大家审美疲劳 关注度逐渐降低 于是他就回到学校 继续学业 在学校里 他不仅不好好学习 还拉帮结派 甚至赶上毒品 十七岁 因为盗窃 被判了五年 出狱后 虽然拍了两部电影 但事前远远不够他挥霍 后来因为绑架勒索又入狱 这一次被判了十五年 当时这件事让人很震惊 曾经主演《豪小子的童星》犯下了绑架案》 后来警方调查的时候 他还全盘否认 之后检查办公室 以诚实盗匪 第二天起诉 并逮捕了他 可能是童星出名 让他自大了 他后来的行为 不仅疯狂而且极端 在监狱期间 他的父亲也去世了 他带着手铐脚链 去参加葬礼 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也让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任性 开始好好改造自己 出狱后 他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 拍摄了一部片子 上映后得到了不错的反响 他本人也开始低调的生活 专注于拍摄作品 给大家看